一上來手伏梯之後 你就會來到一個多重二次方出口平行墨綠世界 請各位不要在那邊懷疑自己的世界 直接認明這個A的二次方出口 這層樓的重點就是一上來直接右轉 他們不是難民 他們只是在排隊買咖啡喝 大家好,我是馬尤姬 今天要帶大家來去東京銀座的一家大型衣服連鎖店 幫助大家逛衣服逛到走不出來 首先大家選擇一條因緣線抵達銀座車站之後 踏出高貴的步伐跟著別人的屁股下車 然後在車站找到如此這般的看板 請大家找到這個A的二次方出口前進 各位一上來手伏梯之後 你就會來到一個多重二次方出口平行墨綠世界 請各位不要在那邊懷疑自己的世界 直接認明這個A的二次方出口 然後勇敢的拿出你的小卡卡刷出去就可以囉 再來你的平行世界出口就會越來越明確 然後一走出來就會更明確了 沒錯因為這條路一直直走的話 可以聞到各種高級的時尚芳香 而且還會遇到同行的中途攔截你的去路 但是大家一定要忍住呀 今天的主角是這家店 大家不可以 拈花哪吵 拈花 哪吵 OK繼續往前走的話 各位一抬頭 就會看到這個紅紅的在那邊閃來閃去的大牌子 沒錯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哦 走過來後不一定會被嚇到吃手熟 但一定會被他帥到下巴脫臼 平衡他給你滿滿的12層樓 直接把你的逛衣安全感體驗拉滿 OK安全感拉滿之後 我們一起進去索取更多的安全感吧 1樓的紅色斑馬線牆壁向右轉 就會在這邊馬上遇到電梯 這是留給腳腳比較不方便的人用的 對自己的腳比較有自信的朋友 我們可以選擇搭電瀑梯唷 自尊 來到2樓的話 各位可以買到 UNIQLO特有的標準鑽山專用大批發 而且可以讓你鑽山賺的非常便宜。 然后再转头看看橱窗里面的 第三性别服装展示人型机体 还有镜子里面的 第四性别满嘴干话活体载具 看完之后我们去三楼吧 一上来你一定会满头问号 这不就是刚刚的标准撞餐特区吗 对哦没有错哦 上来请让我们继续撞餐撞下去 因为这层是女性专用 所以陪老婆或是女朋友来的活体们 可以来偷瞄一下这些人型机体哦 然后走到最后面会看到 这些被放在橱窗外面的 衣服展示人型烤香肠机体 OK香肠烤完我们继续上楼吧 然后接下来的四楼加五楼 都是女性巷的服饰 四楼比较偏向成熟稳重的风格 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适合穿去当色畜的衣服 而且可以感觉到衣服品质很赞 色畜感也会直接爆棚 然后走到后面 四楼因为没有烤香肠 所以外面的风景一览无遗 懒着懒着还可以懒出 那个一闪一闪红色大牌子的kampan OK我们来看五楼有什么意思 五楼的话会看到很多的牛仔裤 还有一些比较帅的裤子 没错这层就是给那些帅气型 女性活体载具过来逛的地方 然后顺便介绍一下 这里可以花钱把我爱日本的精神穿在身上哦 1990块就可以用身体告诉大家 你很爱日本 OK再来我们出发前往六楼 六楼一上来不管你是什么性别都会觉得香香的 一个男生可能走不进去 但你们可以考虑两个男生手牵手走过去哦 再不行的话 你就把自己变成可爱的男孩子 就没有理以上的问题了 因为这层楼真的又香又甜又美丽 建议各位直男不要站在那边耍流氓 不然会变成可爱的男孩子 OK按照惯例走到最后面 可以把六楼版的银座大街风景一览无遗 再来出发去七楼哦 腰跟好 各位看看这个人形机体 然后再看看这边的彩虹地板 就会立马察觉这边是神兽们的衣服专区 而且超级小神兽的衣服也有在卖哦 价格还相当的清明 帮助你抚养可怕的神兽们 然后走到后面我们去看神兽版的烤香肠 或是可以考虑把你的神兽带来这边 因为这个奇怪的科学仪器 可以暂时帮你保管你身边不受控的神兽 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包楼看看吧 哇塞大家久等了 男性的服饰专区终于出现了 没错终于可以换成你老婆很无聊 然后你逛的比较爽 而且还有一些看了就爽的衣服 陪着你一起爽哦 因为麻油鸡是可爱的男孩子 所以试穿给大家看吧 如果你是男性单人前来 建议可以直接来到八楼或九楼 大家不要误会 这两层不是八加九 是两层逛起来 比较偏向男性服饰的八加九楼 而且男性的香香部位也有在卖哦 说的不是那个部位啦 是那个部位穿的衣服 好了例行公事走到后面 这个是八楼往下看的风景 请各位参考参考 然后这个是九楼的 男性人型机体烤箱长专区 不过这边有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就是女性的厕所 竟然设置在男性服饰专区 这是怎么回事 各位可以留言告诉我吗 OK我们继续往上一层楼 这层楼虽然也是男性的服饰 但是风格实在跟麻油鸡差太多 所以不能乱介绍 但也不能不好好介绍 就叫他男性傲娇去吧 哈哈拜拜 这层楼就是那个 uniculo最喜欢的标准操作 把一大堆的卡通人物或是游戏图案 定在衣服上之后就可以加钱卖给你 这种UT神操作就是会钻烂啊 大家记得走到这层楼 来参加他们的钻烂计划哦 然后最后面还会有一些 UT版的钻烂烤箱长 OK麻油鸡你不要一直站在这边看这个啦 我们该出发前往下一层了 这层楼的重点就是一上来直接右转 他们不是难民 他们只是在排队买咖啡喝 各位如果去一搭的话 欢迎过来这边享受他们的咖啡店哦 当然这层还是有卖衣服的啦 只是这层的重点比较偏向是 沉浸在咖啡里面的服饰店 诶不对好像讲反了 是沉浸在服饰里面的咖啡店 使用这边的座位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阅读桌上的法条 你就可以好好的沉浸在那个 咖啡店的服饰店的咖啡店了哦 然后这个是大家的例行惯例 我只是拍给大家看而已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栋楼的注意事项 几乎在每层楼都会有这个免税柜台 方便你过去跟他讨价还税 不在乎免税的朋友们 可以走到后面的这个自助柜台 让你的荷包痛得比较清静一点 再来就是这栋楼其实非常的窄 会发生很多活体碰撞的事件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